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內幕節目 我是雨桐 主持在身材大權的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廣東省原公安廳長李昌生 十二包上五落馬 中紀委官網通報稱 李昌生主動投案 正招收調查 據知證人披露 李昌生被質疑捲入 責任女兒責名責的 該人資料外置案 如果屬實問題就嚴重了 李昌生在繼前吉林市市委書記張曉培之後 第二個二十大後被通報主動投案的 省部級中管幹部 據公開資料顯示 1961年3月出生的李昌生 在河南鄭州人 1983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歷史系歷史專業 隨後在鄭州市第七中外任教 1985年他調到共青團河南省委 先後做幹事副科長秘書 為其在政界發展打下基礎 到1991年時 剛剛三十歲的他 一天爬上了副處級崗位 這是中共官員中 非常少有的年輕副處級幹部 他先後擔任共青團 河南省委學校部副部長 維權辦副主任 希望公職辦副主任 期間 還關任河南省 申平院委副書記 在1996年 至2008年 他更是官民恨痛 先後擔任共青團 河南省委私林部部長 河南省委員副書記 副院長、院委書記 這些都是政處級幹部 之後 他又向廳級幹部衝刺 李春生先後擔任河南省 信仰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 河南省公安廳黨委委員 政治部主任 2008年開始 他又成了中共中央幹部 先後任公安部政治部副主任 人事訓練局局長 到了2013年 李春生調任廣東省政府副省長 黨組成員 開始成為副省部級官員 他先後擔任 省江廳黨委書記、廳長、 東澤長、省委政法委副書記 省委政法委第一副書記 2021年時 那歲的他 顯然被冷卻了 明明還有很大提升的空間 卻開始被調離實決崗位 任有名無實的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黨組副書記 等於是明星暗幹 剛剛那一年 他又落馬了 這是怎麼回事 壞事做多了 更捉了大樓子 據網上資料顯示 李春生在公安系統任職期間 積極追隨乾淨民集團 參與被害法輪功學員 被追查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列入追查名單 顯然 這裏有租報刑的意味 而且他更捉了大樓子 據悉 李春生事業捲入習近平女兒 個人資料外視案 在019年時 習近平女兒責名 摘個人資料被外線 事任廣東省公安廳廳長 李春生事業捲入該案 當時 廣東某名警方拉了 作為基網站 24名成員 指控該網站的服務器 在境外 網站有大量 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 儘管官方未提及 習近平女兒責名責 及習近平者夫等家貴的 個人信息 被公開的事 但外界都知其原因 不過在惡作維基案件 導致24名未成年人及再有惡三遭重判 其中 惡作維基站長劉藤宇 被指是主犯 窩判14年 其餘23名年輕人 亦窩時間不等的重疫 這種判罪法在中國的司法史上幾乎未試過 之前未成年犯罪 是沒有這樣重判的 這個顯現是中共之下 權力阻止超越法律的一個突出的例證 牛藤宇摩尊在兒子被重判後 對之由亞洲電台表示 當管恩澤明澤及鄧家貴相識 周洩露拋製政治大案 陰謀放大境外的網站主理人 負責案件於廣東某名警方 將惡作維基 替代實際私事的資料維基 24名惡作維基會員被當成替罪人 現對日本的惡作維基 資料維基創辦人蕭燕裔 曾對自由亞洲電台表示 他可以造成 牛藤及其他惡刑者 和鄭明澤光柔的信息 被曝光事件無關 但是 蕭燕裔不發聲 反倒事態更少一些 他在自由亞洲上說 反而透露了 更重要內幕 蕭燕裔透露 詹明澤個人資料 在與中共公安、郊警、 郊警等多個公民訊息管控系統中 付錢買的 如果確實是這樣 廣東警方便攤了事 據傳 廣東某名工檢法 亂手炮製陰陽文件 將牛藤魚扣為主犯 蕭燕裔質疑 李春生是李事件的幕後操控者 據《希望》指聲電台獲釋 我作為基上海站站長 顧揚揚 曾短暫被捕 獲釋後 將人立即將他送往境外 其父親為上海教育局官員 母親為阿里集團擺金服務局 全顧揚揚父母用金 透過上海公安局長 打動廣東貿民的公安關係 有人向《希望》指聲披露 顧揚父母賄賂廣東省國安庭的錢 益得一千萬 看來是為了舊子 將屋子的腦底 都拿出來 最後鬆到國外 才覺得鬆了一口氣 有人認為李春生是江系馬仔 圍繞習近平對議 信息被洩露案件 背後有習江兩派勢力 角鬥成份 據悉在議題一親言錯 網上逆陳流傳 有人被習近平 王傑生一封十名舉報信 舉報廣東省 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李春生 包庇親屬違法犯罪 看得出 習近平陣營 早就想拿走主長廣東光大權的李春生 於是 先將李春生招任 人帶任閒息後再拿下 避免極拼命反抗 來個魚死網破 從另一方面看 2021月4月9日下午 習近平親信 是任公安部常務副部長 王小紅的副手 王志忠 空抗廣東 擔任廣東省副省長 公安廳廳長 這也是為了進一步將廣東的刀把子拿緊 王志忠此前任公安部特勤局副局長 沒有了刀把子 失權沒有了 適時無者為遵結 李春生為了爭取寬大處理 被主動自首納 此前中共陣營中 有不少實權官員 都在轉任人大 政協力行職後 職被拉落馬 李春生落馬是有一個生動的實例 早知如此 想必李春生後悔當初棄教從政 風風火火的 在政界拼搏 風乾一時 將壞事做多了 難以置筆 終報應 這樣 盡不如當初 踏踏實實 本本紛紛地 在河南省鄭州市第七中學 當過老師 再撈個校長退休 穩穩蕩蕩地過一輩子 敢一落馬 說不定要在列章中 熬上多少年 據港媒星島日報 十二八號報導 中共駐美大使秦剛 應要出席美中貿委會 年度晚宴 在軟幹中 對美方對友好和給予的榮譽 表示感謝 但亦提醒說 不要忘記是一隻戰爛 引發在場的人們 兇堂大笑 據悉 秦剛在演講中還說 天下沒有免費的晚餐 暗示自己將回國 從這裏 我們不難看出 言內之二 你美國對我再好 我仍然是反美的戰爛 本色不改 並流露 還要回國升官 秦剛還特別指出 有人認為 中國將重開放走行封閉 什麼完全沒有根據 中國開放大門 沒有理由 亦絕不會關上 從他底氣十足的方法表明 他和習近平的關係非常近 知道習近平下一步決策走向 在某種意義上 是代表習近平在講話 外界分析 新任中共中央委員 中共駐美大使長江 被施為外交部部長的熱門人選 中共二十大十二二又閉幕 當日公佈的二十屆中央委員會名單中 有中國駐美國大使長江 日前有當家目體對此做了類似的分析和預測 有香港目體稱 秦剛這次進入中央委員會名單 意味著 他將很快結束駐美大使生涯 回國擔任外交要證 華爾街日報在10月26日 曾報導說 今年56歲的秦剛 在自毛澤東時代結束以來 首為從大使任上 直接晉升中央委員的外交官 還有知情人士透露 秦剛在明年春季出任中共外交部長的最熱門人選 有望主體王毅出任中共外交部長 華盛頓中國問題專家 電子部外國人看中國的創辦人 李明章 一認為秦剛可能 罪犯12月的人大常委會會議上 就會被正式任命為外長 體例 習近平是想破個提拔秦剛 外界認為秦剛獲得提拔 登陰於習近平 據美國之音11月16日報導 美國企業研究所 公審研究員澤克富帕表示 秦剛升入中共中央委員會 確實令人意外 他說 再任大使被直接升入中央委員會的情況 並不多見 因此 幾乎沒有專家料到這一點 據全球政治風險思想公司 歐亞集團中國與東北亞分析師侯 習近平分析 秦剛出現意料地成為外長而本人選的個項主要原因 可否要得於他與習近平的關係 牛賓認為秦剛與習近平的關係非同甚少 他說他擔任外加布黎賓斯市長期間 與習近平有直接接觸的機會 這似乎是他被重視為駐美大使部的原因 而在講過之前 秦剛有沒有在美國工作經驗 進入中央委員會 遇到他可能會成為外交部長 公開資料顯示 秦剛1992年進入中共外交部後 曾在中共駐英大使館工作 後來先後答應過 外交部份議員 駐英大使館公司 新聞司司長 禮賓司司長及外交部副部長 之前秦剛任駐美大使 其實已經屬於破格題 但是外交亦有不同的看法 美國之音報道說 目前還未有明確的跡象顯示 秦剛可否就接任中共外交部部長 歐亞集團中國與東亞分析師牛賓說 與他前任崔天愛相比 秦剛身上根據被中共總書的奏評要求的 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的那種鬥爭精神 中常分析 或是秦剛已被國際社會鄙視和痛罵的 與國際社會普世價值相伯的戰狼維號 正具備了中共搞鬥的本性 說他真是能被提拔 對此可以上會進一步觀察 好了 關於全市澤民女兒案 廣東省如江廷長尼昌新落馬碧文 秦剛自稱戰狼或聲外長話題 我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大家 如果你喜歡這節目 請幫助我們點個贊 如果是新來的朋友 請點擊病月按鈕 並打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節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國內貿節目 感謝你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